佛法让我们能够得到真实的解脱 同时断除 堪称痴满移 释迦牟尼佛为解脱末法时代的众生 特别开示了两大法门 一个是阿弥陀佛的渡王之门 注重众生死后的超脱 另一个则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的立身之门 强调众生献身的利益和解脱 晕晕众生面临苦痛时 可照着药师经的方法来修行 只要我们教到他的方法来做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 他就说到说 奉生 辞职 北冠栽 为病人来救到这个小肚美护 来啊 狭窃到他的佛生 来共用礼拜 我们是信念 信念他的佛服 信念他的经典 金吻 他才是他这个 冠养经验这个 就意 都是有种种的方法 可以来啊 用门使用的意思 所以呢 在看他来的金吻里面 他有说到一段 只要你会照着他所说的这些方法来做 来修行的佛 可以所求如然 近代净土宗大师 印光法师曾说 药师如来本愿经者 乃我世家世尊 憨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 为说药师如来因中果上 立身之事实 为究竟离苦得乐之无上妙法 众生若能发慈悲喜者之大菩提心 宋慈经咒及佛号 则可祸破无名 原成佛道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